在會議廳上都說完事, 今天那個動議面對我們排第一, 最初輪到我們的時候, 會議廳有五個人, 我當然不會點人數, 點人數就是事情教自己, 到時他不發你那麼好, 他整天不用說, 都想爆任毒, 何俊仁就點人數, 但其實民主黨到時只有兩個人, 一個人是何俊仁,一個李華明, 所以有時覺得很悲良, 這些人全部都是做的事情, 都是形成的, 要求聖放樓, 我又抽動議, 抽書給我, 又不好意思, 就是醜樣, 你有什麼理由, 到我說話的時候, 只有兩個人在, 所以這班人令人很失望, 你不可以因為你和我政見不同, 這是大事大非問題, 然後你辦事虛應了私, 這是事其一, 建制派的反應是大家預料得到的, 烏龜一樣, 和六四的動議一樣, 是沒有問責官員回應這個動議, 所以今天這個動議就很快搞定, 為何我選擇用普通話說呢, 因為我們準備把他的聲帶, 這個影像有辦法, 我們會傳給樓下的, 以及給內地的醫院人士, 我們做任何事都是光明正態, 擺明我突破你的封鎖, 你吹, 是不是, 即是我們會用和力, 所以我對這道理一樣, 我不會玩了什麼, 我不會玩了一下, 動物, 真面目的支援… 你會陷入多久…